大家好,感谢收藏三老大师为您带来的道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RNG对战牛逼 这个是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梦幻联赛第十赛季 也是2018-19赛季第一个minor比赛 中国赛区选赛首轮比赛第二个场次的比赛 这场比赛开局由于暂停的时间过长 然后聊了直播间那边也是跟大家聊的比较多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对于录像观众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咱们就给大家重新录一下 因为毕竟刚开局两分多钟 开局两分钟 但实际上这场比赛已经录了 真的是暂停了有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所以整体来说咱们就重新给大家录一下 然后大家直接看就可以了 RNG这场比赛拿的是征单的卡尔 那么烈士路放的是一个死灵法加神牛 优势路放的是狼人加上双头龙 牛逼这场比赛呢 他们的四号位的这个人进行了一下调整 尽量调整 但是新的这个人似乎还没有到位 所以这场比赛目前是由这个香蕉 Bunana来去打的一个四号位 暂时 这场比赛刚刚上来的也是被下路这个狼人 被对方大树加上蚂蚁 在利用双头龙不在的这个空档 拿到了一个一席 这上路对VS是进行了一波动手 但是不好杀呀 这个板并没有风珠落 有没有视野 没有视野了刚才这个位置 没有视野的话 打不出来最后一到两个平A 杀不掉对方VS 可惜了 有观众问老干爹参加这个比赛吗 这个比赛是没有老干爹的 因为这个比赛的冠军是去参加major 而老干爹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major的正赛 这里三四三是跑过来去抢服了 看看蚂蚁 蚂蚁这个抢服能不能抢得到 蚂蚁抢到了漂亮 这样的话赶紧一张TP 双龙这个位置要不赶紧一张TP的话 还真是走不掉 阿福这里留住了VS打一套 但是伤害还是必定太低了 只有三级的一个神牛 伤害有限 在下路 在这个刚才被杀了以后呢 下路也是扑了一大堆的真眼 用来去保护这个狼人 这种真眼保护狼人 其实收益一般 这种收益对于狼人来说的话 该补不了刀还是补不了刀 这要比赛RNG这个阵容拿出来以后给人的感觉就是 前期对线会吃巨大的亏 巨大无比的亏 看完莫奈的狼人 莫奈的狼人 这个位置又是被对方直接冲塔强杀 没有回复手段 只能靠自己吃了一棵树去勉强的有一点回血 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扛不住 最后呢被蚂蚁一个缩低装掉以后 中路中路的女王又是单杀掉了一个卡尔 然后上路这个地方的一波动手成功 是击杀掉了小黑 话说这三条线同时打架 还真是有点厉害 现在的这个游戏 大家对于游戏的理解和这个游戏比赛的一个节奏来说 是比以前理解的要深太多了 就是当你这条线露出来两个人 甚至三个人的时候 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把你其他在战线的人给你收掉 因为你这边人多打人少 那么毕竟会必定会有另外一条线是一个人少打人多 这样反过来我就有机会去杀你 上路的这个对线基本上跟咱们在赛前 不过录播的观众好像是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那段的这个对于比赛分路 还有阵容的一个分析 这场比赛能够去打开局面的 对于RNG来说就只有上路能打开局面 中路不被对方杀穿了就是好事 因为从中路这个英雄的一个特点来说 冰雷卡的前期跟这个女王去兑现 本身攻击力吃亏吃的比较多 而且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 这个卡尔也没有是找到太好的一个机会 去把这个SCC的血量压制到一个相对危险的这个程度 所以整个比赛下来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中路对方女王无解肥 下路对方的这个蚂蚁加大树无解肥 然后上路的这个小黑和VS 只要不死太多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一个斩 哎呦这个斩呀 孙人发这个斩给太着急了 一级的斩的这个伤害还是没有那么高 SCC手上没有回篮的道具了 吼不出来最后一嗓子 那这样的话卡尔是依靠一个隐身 跑掉了 这一波拼完了以后 卡尔可以考虑去吃个圣坛吗 不吃吗 不吃圣坛吗 这个地方打算是给个急冷要杀这个女王 看这个意思 但是双头龙这个英雄前期没爆发 而且他没有去加这个冰封路径 这样他留不住女王 这里一个吹风 吹起来以后急冷给上一个瓶 哎漂亮 这波切杀SCC的女王很赚 能够杀一次这个女王的话 对于卡尔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要不然的话再一会儿 过一会儿让这个女王拿到分成面杀以后 自己没法露馅了 感谢切高五毛的一起哈皮 非常感谢 还有青号大佬的特供鱼丸 这里狼人又被塔下强杀了 难呀 这个真的是有点 现在RNG在这场比赛前期被对方领先了巨大的这个经济游士以后呢 这段时间还稍微翻回来一点点 下路的蚂蚁拆掉塔以后 双方的经济杀再次拉开到了2000 神牛的这个板封住了路 但是输出能不能跟得上来 死灵法的大招还有一秒钟的CD 这个有点单疼了 双龙由于没有去加冰封路径 所以没有人能够打断这张TP 死灵法刚才如果大招能够再早一秒钟CD赚好 这个是有机会杀的 但是刚好是在对方回去的一瞬间 那么这个死灵法大招赚好 再加上死灵法大招本身还有一个不算太长 但是比较尴尬的一个抬手 卡尔拿到了自己的双挂甸 加上相位鞋以后 攻击力基本上跟这个女王就不吃什么亏了 那么这段时间卡尔是可以去发育起来一下 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去带节奏吧 这场比赛在分析阵容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这场比赛 对于RNG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卡尔是唯一的一个重要节奏点 其他人的这个节奏都比较差 都需要投入的兵力比较多 技能也要释放的比较多 然后就有可能要被对方追死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孙神发这个地方也是直接一张TP 徐武加TP 那么双的龙这里也是一张TP回家 好在牛逼这套阵容里面能够去打断TP的人 主要就是一个大树和一个VS两个人 其他人都没有打断TP的能力 这个还是比较赚的 感谢切高五毛的22个特供鱼娃 非常感谢 还有轻号的32个鱼娃 这女王找到阿福 这个阿福应该是量了 这波 这神牛这个版没有给 女王这个好 这个好居然空了 这个猴好像 他觉得对方大牛可能 神牛可能是在这个树林里面跟他绕一下 下路 大树这里还是在不断的去骚扰对方 这个已经崩盘了的狼人 狼人目前的经济是在所有大哥里面最后一名 而且 并没有短期内能够赶上来的这个可能性 这VS被一个吹风磁爆 直接把蓝炸空 莫娜这里又被这哥俩给追上了 而且由于狼人现在前期一般不穿鞋 所以这个很好杀 莫娜这里选择是开启了自己的大招 然后自己身上先把这个蝗虫给清掉 蝗虫清掉 差不多自己这个狼人的变身时间也就掉下了一半 掉了一半多 那么这个地方大树过来配合蚂蚁两个人过来先杀三四三 这一拳都没着急给 等了一会儿给上去以后 这根狼人只能往回撤了 这个没办法 自己的变狼时间也结束 没有斜移动速度太慢 ICC这个位置凉了 单沙漂亮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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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是真的漂亮 这波ICC有点太拖大了 女王在打冰雷卡的时候 其实是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跳不出去的情况的 而且这张比赛卡尔的等级 虽然他等级并不是特别的高 在他单杀这波女王之前 其实他等级并没有现在这么高 但是由于他的加点方式是很早的就把这个雷 雷跟兵加的非常的高 一点火都不点 也是让他的这个急速冷却 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不停的去定对方的身 不让这个女王用出来自己的一个跳 另一个用不出来 然后呢再利用磁暴把你的蓝炸空 那你就彻底走不了了 这个地方磁暴给上 急能给上 哎呀神牛的这个板呀 这个时间实在是没掌握好 可惜了 这波可惜了 其实比较好的选择还是先给吹风 先给吹风 然后磁暴 磁暴吹风 然后再给这个 当然他现在这个冰的等级比较高 就先吹起来 然后再给磁暴 现在目前他的这个吹风的滞空时间 已经是长达两秒钟 这里吹起来 一个磁暴 第一时间没给上 这里一个斩 没斩死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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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打死了的话 女王这波被带走 卡尔的经济起来了 卡尔的经济现在已经追到全场第三 而且死灵法这段时间的经济 已经是追到了全场第二 孙世发感觉在来到RNG以后 他的这个状态 还是 有所回暖 或者说是有所 这个实力有所精进 至少在这支队伍看到的这个孙世发是 没场比赛能够去有作用 以前他经常是一场比赛打下来以后 特别没有声音 甚至容易成为对方的一个突破狗 卡尔现在将比赛在拿完了自己的香味 双刮点骨灰大魔伴 以后准备直接是去奔A仗 343的伤头龙 还是没有冰墙 还是没有冰墙的话 那这波又死了 那这波又死了 这个伤头龙没办法 腿太短了 到现在为止连鞋都没有 死的次数太多了 有点 032的一个数据 而且还要全程包机包眼 SCC这是怎么了 SCC一直就这样 SCC保持这个 就是迷路迷的停不下来的这个状态 已经保持了至少一年半了 发挥非常稳定 至少这场比赛 SCC在对线期没崩 这就已经算是表现得不错了 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一年的时间里边 SCC连对线都是经常被对方打崩的 这个吹风加磁爆 这个磁爆下来正好炸空篮 然后一套技能带走 女王被对方的狼人的召唤生物在追 自己也只能先往后撤一下 SCC真的 他这个比较迷的状态 已经保持了很长时间了 牛逼如果不进行大换血的话 牛逼这个成绩 短时间内 大家还是不用去期待 而且我说的这个大换血还不是针对之前那只牛逼 就现在这只牛逼也需要大换血 现在调整完了这只一样需要换血 他这个不换这只队伍的一个整体状态还是不行 到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他拿了一个小黑的体系 拿了一个小黑体系 然后在防御塔的数量上面 没有优势 到现在为止他没有优势 从这个大哥位的经济来看的话 也没有优势 有的只是两个人头的一个优势 非常的虚 而且是在对方这个阵容是一个卡尔的中单 在对方这个阵容吧 前期对线完全打不过几方的情况下 他们在这个到打到目前15分钟没优势 经济压制的最好的是狼人 但是自己前期无解肥的女王 现在的经济比对方最穷的狼人还要穷 这个比赛的状态就能够看得出来 还是有一些隐患 需要再去做一些调整 换个其实都没选手给你换了 是的 所以说牛逼短时间内 这个这支队伍的成绩 大家还是不用去做太多的这个期许 这里神牛跳大卡尔瓷暴 VS换一下就一手以后 卡尔这里直接是切一个隐身往回溜 但是对方直接一把粉撒出来 卡尔被带走 女王上来找阿福 阿福一张TV回家了 这波进攻显得还是比较拼 应该说是比较拼 首先位置不太理想 在对方的圣坛附近 第二个就是进攻势一些 其实并不好 根本没有知道对方的这个VS在什么位置 这样的VS的一个换 直接把自己的女王救下来 其实这个版本 现在这个版本 VS这个英雄是值得去一抢的 我不知道未来一段时间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VS这个英雄在现阶段的版本 他跟沉默这两个酱油位 应该是值得去一抢 这个眼下开悟 眼下开悟被发现了 而且这个眼并没有能够第一时间 真知道对方这个假眼 位置不够 稍微差了一点点的距离 这波的开悟呢 是死定法上去 直接去吃第一波的伤害 然后狼人变狼 过来反打 先杀VS 防止你去救自己的队友 斩死以后 旁边大叔过来 一个大叔 大招给的有点迷路呀 这个大招给的 根本没有队友上来去接控制 这个地方双龙同龙 一个冰墙截住了蚂蚁 蚂蚁大招也已经用过了 吹风给上 但是没有技能 卡尔这个时候没有技能 冰墙第一时间给上 也没有什么用 他没有选择去立这个冰墙 因为毕竟对方是个蚂蚁 神牛的挑刀的CD 应该已经赚得差不多了 神牛过来一个板 板正 卡尔的急冷CD 应该已经赚好了 急冷CD应该已经赚好了 但是没有给 嗯 没有赚好 那刚才又给过了 给过了 或者给到别人身上 这样双方在18分钟的时候 人头数来到一个9比10 牛逼现在的一个比分 是领先一个人头 但是经济已经是 被对方实现了一个反超 尤其是女王的经济 现在是有点起不来的感觉 女王这个英雄本身 就是需要自己的节奏不能断 然后尽可能多的去捡人头 去确保自己的一个经济发育 这场比赛似乎这一点 做的不是很到位 暂时比分没有那么胶着 我这里先用一下官方的OB 然后赶紧给自己 订一个超市的外卖 家里边没有什么水了 我得赶紧把这个水 外卖地方 看一下这块又是 吹风接冰墙 卡尔接天火 一套金马上来 加一个斩 漂亮 这里进化 进化 往上追 往上追 给进化 往上追 给进化 没去让去 没去让去 哦不对 死灵书 好像低等级的时候 没有进化 我理解成是三级输了 抱歉 是没有吧 我记得低等级的死灵书 没有 只有三级的有 医院跟法力存毁 这里 VS在上路呢 又是被卡尔完成 里面单杀 轻松加愉快 好了 顶完了 咱们接着回来 给大家说好比赛 看看是几级输 现在是 二级输 还是没有 二级输 还是没有 只要三级输才有 这儿没啥喷子 兄弟不用弄那么高 有观众问 为什么卡尔又活下来了 其实卡尔活起来 最主要的一个缘故 是因为现在的 就是智力型英雄 就是每个细别的英雄的 一个独特加成 前一段时间 卡尔几乎没有人去用 最主要的问题 是因为没有蓝 这是最大的问题 没有蓝 然后在这个 不同细别英雄的 专有加成 加起来以后 卡尔的蓝量 现在也得到了一个解决 还有就是现在的卡尔 由于一些 冰雷卡的高手 冰雷卡的大神 把这个冰雷卡的节奏 重新带起来以后 现在大家对于 卡尔的理解 不像之前那样 我说我必须要去 杀出神庄来 开始比赛了 现在大家对于 卡尔的理解 就是我前期能打 我就尽量打 其实这也是对的 就是卡尔的英雄 他的技能 并不是说 只有在满击以后 我才很厉害 卡尔的英雄 其实他的技能 一直就很厉害 这一块 摩根也直接被秒 哎你这个吹风过分了呀 后边要打团呢 你没技能了呀 这个卡尔技能给的 好在身上有一个A杖 这个陨石扔下来 然后这里对方的蚂蚁 开启了BKB 大招开启了 以后卡尔给自己 一个灵动迅捷 接着跟这个蚂蚁堆 感觉刚才这个吹风 给的太好 天火大色 漂亮 这个天火 这个天火大色 这个A杖维白车 这波团战卡尔 扔出来了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技能 他是一个磁暴 加上急冷 然后再加上一个吹风 配合自己的神牛 击杀到对方的小黑 再加上自己切了一个陨石 切了一个 逼出来对方蚂蚁的BKB 加上一个灵动迅捷 把这个蚂蚁A跑 最后一个卡尔天火 带走对方的蚂蚁 这套技能给的相当漂亮 有观众问 为什么地图不一样 因为观战用户 用的地图 是自己带的皮肤 不是玩家带的皮肤 如果观战要用玩家带的皮肤 那十个玩家 用十个不同的皮肤 那到底用哪个 地图不一样 是很正常的 咱们这位朋友 应该是新来 新玩Dota2的 新玩Dota2的 非常欢迎 咱们这块 从来不去 咱们这个直播间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嘲笑云玩家 不去几对云玩家 不欺负新手 直播间最大的优点 就是随便喷主播 但是你们之间 要相互要和谐 这样这场比赛 打到23分钟 现在RNG已经 15比10的一个 6000加的经济优势 卡尔的经济 已经是来到了全场第二 几方 也是几方第二 第一是上路无解肥 孙润发的这个司令法 跟赛前对于阵容的分析 差不太多 对线期有劣势 而且劣势比较明显 但是游戏到了中期以后 由于小黑体系 一直没有带出节奏来 所以这个 比赛的一个局面 慢慢的会进入到这个RNG手里边 因为主播就是云玩家 说的有道理 说的有道理 其实我现在基本算半个云玩家 实在是没有时间去玩 因为每天这个 给大家直播比赛 比赛数量比较多 然后还有守护爱泽拉斯 为了守护爱泽拉斯 为了联盟也是 这个消耗掉了很多自己的精力 上路的高地呢 这个时候因为死灵法 加上了 哎呦 这个大树直接被秒就尴尬了 唯一的一个前排控制 剩下四个远程 这怎么打 这怎么打 8.0好玩吗 还行吧 反正就是 就就就瞎玩呗 守护爱泽拉斯嘛 对吧 为了联盟 为了圣光 FIRE 抱歉走错片场了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牛逼也是打出了GG 24分钟不到25分钟 打出了GG 那么这样比赛结束 确实在小黑体系 没有打出效果的一个情况下 这场比赛再往下拖的话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行 那么这场比赛先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我是桑沃达 那时候咱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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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